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 平凡是我们多数人的日常 我们可能才艺平凡 资质平凡 过的日子也平凡无期 但今天要带您看的这个主角 他是一位主厨 他教我们的事 用心拼 每一天做出一点小小的不同 终究人家会看见你的真心 然后谁叫我阿多伯主 就叫他出去 空姐我叫你叫阿多伯主 你叫他叫哥哥 这个玩笑有一些眼泪 还好陪独班的牧师很仔细 嗨 阿多伯主角其实名叫陈伯荣 推荐这个绰号不许是因为他跟小说主角一样 无厘头中有大热血 两个星期前跟着同业去为弱势孩子送便当 马上就敲定邀请小朋友来餐厅体验一整套餐会 从一早的市场采买就是贵客规格 想要给小朋友吃好一点 陈伯荣说得好不光在花钱 其实请小朋友吃饭不是说一顿饱而已 重点是要让他们知道说 你们吃的食材是哪里来的 那你们的饭是哪里来的 那我们使用了酱油 那我们用了盐巴 对 我觉得要让我们去了解说 其实人山选择很多种 那你这世界很大 你们要看更多的东西 童银看到的世界会形塑未来人生 陈伯荣就是这样 童年记忆最美好的就是住家后面 不大但很热闹的菜市场 那你就会听到很多市集在喊假 讨价还假 那你就会很期待说 我妈会不会晚上煮这一道菜 对 就慢慢地 然后回去也会看我妈住 然后也会期待我妈住 对 就是这样慢慢地培养成绩 烹饪的兴趣多年没变 算算从14岁开始打工到现在 他入行将近15年 15年岁月学到有些事不能急 像这样哗啦啦流着水 不是赶着帮鸡解冻 而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洗杂质 不过码头鱼的处理又不同 使用擦的不沾水 这是陈伯荣在高级日料店学到的手法 那时候高中啊 我还记得有个老师他 我说我要怎么做他都觉得不可能啊 天马行动 可是后来我就也都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学习 那时候就大概知道说学习的重要是 陈伯荣使用的鸡也就是个学习的成果 而且我的怀结 那种骨牌跟鸡脚真的是有差 我们客人啊好爱吃这个鸡脚 这样的特质是陈伯荣指定 供应商就是我们之前报道 与原民朋友协力创造收入的客制化养鸡场 后来发现陈伯荣用的来自布袋海边的日晒盐 还有友善环境的养殖虾 也都曾是脚印节目的题材 用实在前我会看人 你这老板不行啊我也不会跟你用 就你人品不行的话东西一定不行 话说的有些老气横秋 很多是爸爸教他的道理 原来除了当厨师 陈伯荣童年志向还有一个 是像爸爸那样开店当老板认识很多人 这心愿在两年前实现 开幕跟客人打招呼 你就是觉得很爽 超爽 那种感觉很难 很难形容的爽 就是一个很虚荣的心态 那时陈伯荣26岁 不过已经在几家知名餐厅历练五年以上 一群朋友觉得他手艺好 他也觉得自己行 于是大家合伙开餐厅 这是没多久不行的事来了 后来到股东开的结构出问题 然后越做越不开心 那跟也没差吧 反正因为工作就是这样 工作不会有一直开心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老婆生小孩 然后我就休息了一个月 就突然就变成是平家乐此 代班主厨其实也是朋友 这下子股东朋友间对餐厅想法 不同的问题扶上台面 柴火吧 陈伯荣不知奶来一股劲 带了款把其他人的股份吃下来 我想一想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老婆也没阻止我 那我爸妈是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直到的话一定超担心 好一阵子的股东升格 让当时餐厅生意风雨飘摇 九月最惨 你还记得去年九月大礼 整个月大礼 超惨的大礼 然后那时候中秋节我想说赚一波 那个月真的到月中还赚不到三万块 然后接下来冰箱了 就那个时候坏掉了 那时候冰箱里还有好不容易几处 二十万才买的和牛龙虾 也就这样没了 怀季那天我说一说我在那边哭 创业第一次 然后再坏之前都没有什么压力 坏了之后也没有压力 只有那一天的时候又觉得 真的有够水怎么会是礼拜 所以想法就是这样 没有就觉得自己很累这样 那时候我一直看电影 看小说看电影 寻求心里的治疗 我刚才有一个 黄小梅有演一部电影 他里面有讲说 就是溺水不会 掉进水里不会死 你不游泳才会死 你就是要一直游 而陈伯荣的一直游 房东看到了 我做菜不厉害 我的贵人运真的超强 我房东让我签了四个月 他签到后面 他签到第二个月 他只跟我说 你到底 你只要跟我说 你隔个月付得出来付不出来 其他你都不要跟我讲 不是真的没办法 那他也知道我没办法 那他还找我去做外汇 就怕我没生活费 然后还找我做外汇 你有做什么事情 让他们愿意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 我都觉得 很好笑 那时候我们有时候 户头里面就剩三四十块 三四十块 对啊 我就跟我老婆讲 老婆就说真的假的 我们有两个在那边笑 是因为他没把辛苦放在心上吧 那时候陈伯荣又是外汇又当讲师 从早平到晚 有贴补机会都不放过 反正就这样就撑下了 撑过来 不是你鸡汤要先煮吗 中午弟弟没没的 说到鸡汤 陈伯荣刚刚那句 做菜不厉害真的是前时 靠着前后加起来 将近十二小时的洗净熬顿 掌握火候 掌握锅盖开合 掌握下盐时机 存在只有水 盐跟鸡汁的一锅汤 美味的客人特地送匾额称赞 完美不存在 可是我们一直往往美走 我们就一直在往这地方去研究 所以你说 当不当与其他店 一样是卖鸡汤 他们绝对不会有人跟我们一样 就一直要求原味 去专精从取代掉水果 然后跟汤头 然后到鸡汁的选用 然后到锅子的设计 然后跟水质 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我以为我们不断地在 不断地在盯进自己 厨师就是这样 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每一个很小的不同 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然后不止鸡汤 芒果透抽沙拉 猪炭粉炸丝瓜 韩国风味慕斯达 酥炸马头鱼 烤小羊排配温泉蛋 鸡肉炊粉 这一餐集合了很多人的心意 呈现出各种滋味 我常常跟客人看得像说 我们是非典型的东西典家 我们真的是 就是这样摸了石头过河 突然变自己的人的时候 然后去慢慢摸 慢慢摸属 慢慢摸属 然后中间很多人帮忙 业界老板 厨师跟客人跟长辈 大家帮忙 帮着帮着 陈芒蓉这家台北东区小巷里 刚刚还让牧师跟小朋友 迷路找不到的小餐厅 不止乘过来 疫情中还逆势 成为定位困难店 终于有钱 要把设备装潢陆续修复更新了 年轻要做 就当你要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支持 他们可以分辨你是真心不真心 这样的行路历程 不知道小朋友们能不能在一餐饭间体会 确定的是大家吃得很开心 而牧师说 这样的开心应该可以化为精彩的暑假作业 就像他说的 认真做一件事情 终究会获得支持 也终究可以被人分辨出是不是真心